那問一下月中 同時美國這兩天經濟數據很重要 昨天這一個美國內部 初領就失業就業金人數飆高到665萬人 來導播我們先take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一定會變成歷史文件 所以我們看一下 上個禮拜的這個時間點我們錄影 第一次領初領就業金的這個人數 330萬 他這次在修正 這上禮拜公佈的時候是328 對好 然後呢 昨天晚上公佈664萬 換句話說 過去兩週 美國有一千萬人第一次領失業金救濟 這個是初領失業金救濟的經濟數據 好 所以現在全世界擔心 美國大失業潮會不會擴散成全球大失業潮 確實 因為這一次這個數字 大家特別去注意到 他背後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請那個另外給我們再看下一張 你看到他整個現在全美國 你看到顏色越紅代表他成長的越快 對 你可以看到 甚至如果如果我們用各州來看 加州這一次光一個加州87萬多 你看他過去歷史數字才金融海嘯前那才六十幾萬 現在只有加州一個禮拜就八十幾萬 好第二多是我覺得比較奇怪的 居然是賓州而不是我們覺得應該是是那個紐約州 紐約州其實是第三 賓州這一次一口氣就四十萬多 然後紐約州是三十六萬多 然後第四的是密西根大概是三十一萬多 德州第五二十七萬多 所以你看為什麼賓州會那麼多我比較不想不通 因為賓州比較沒有那麼多製造業 可是他居然標那麼高 好那加州跟紐約州 這一波都砍服務業啊 對啊那所以說這 那可是你服務業加州跟 跟那個紐約州應該是最多的嘛 好那這是我們擔心的事情 變成說全美國你看整個都紅通 顏色越紅代表這一是以單州的成長率來看的 那我剛剛的數字是是全美國 好那再來還有下一張也很誇張的 居然這一次為了申請失業救濟金 導致好幾個州的電腦掛掉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右邊那個圖 就是你現在去申請就要這樣子排隊 因為以前的系統 所以不是醫療系統會崩盤 是申請失業救濟金本來的電腦系統設計 可能也沒有設計到幾百萬人 因為過去歷史才六十幾萬 你想也沒想到 譬如來比歷史高點多了快十倍了 然後連這一個電腦系統都崩盤 對我們以前都是可能搶演唱會門票啊 搶搶車票啊才會有這種問題 你怎麼想像 所以剛剛回到剛剛的數字 他其實美國新聞有提到 還有少算 因為很多電腦系統掛掉了 哦所以可能有一些黑數還沒有 對他很多變成電腦掛掉 他只能人工統計 所以你看為什麼上一週的 要再往上修 那這一週的一樣問題 因為很多電腦系統掛掉 很多週都來不及再去處理 因為必須要採購新的電腦 舊的已經不堪使用了 所以實際的數字很有可能 還要再往上修 所以剛剛林乖說 這次立足數字很抱歉 還有可能更高 對 所以哦 美國現在 所以真的外界擔心是個大災難 對 就是下一輪可能是經濟跟金融災難 所以你看到我下面有提到 現在預估已經實際的失業人口 已經超過金融海峽的1500多萬了 以現在來說就已經這樣子 可是問題大家都知道 事情都還在進行當中 所以這是個很可怕的事情 而且這個哦 如果是疫情長達兩年的話 這就很難改善 如果疫情兩個月 可能兩個月後有復原的狀態 這個跟裝業客膜一樣 裝業客膜裝兩天 可能不會有末梢的傷害 但是裝兩個禮拜兩個月一定是會出現代價 對 所以我們昨天其實有討論到說 美國現在估4700萬的失業 聽起來很誇張 現在看起來一點都不誇張了 好 那再來又衍生一個問題 房租的問題 因為每個月的一號 大概就是美國固定在付房租的時間點 所以他們統計 以4月1號這一天 全美國代價付500億美金的房租 結果紐約4成的人付不出房租 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很多地方都在抗議 都在 你看右邊這個 這個我可以補充說明 他們第一波的失業金的救濟金的發放 比方說比較低收入的 他可能發放一兩千美金 然後我知道有個指標是 去年年鎖的40萬美金的可能沒有救援 那我們來換算 我知道美國有一些比較高房價的城市 那一戶後的租金 1000萬美金沒辦法買單 1000塊美金沒辦法買單 那很貴 所以某些人就算他收到1000美元的救濟金 可能光付房租都不夠 因為你在美國的大都市 大概薪水的一半都是要拿來繳房租的 那所以你看 所以現在串聯他說不繳房租 可是房東也有話說 我是收你們的房租去繳房貸 那你不繳房租我房貸付不出去 那最後誰倒霉 銀行可能就完蛋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美國各地串聯 你看到這幾個 有隨便網路上抓的你看威斯康辛州啊 然後這樣的DC啦丹佛啦 都在串聯說我們不要巨繳房租 那甚至你看右上角的DC在說 我連房貸我都不要繳了 他不知美國 你看到左下角 加拿大也在串聯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就有人哭手了 你看到全美國戴口罩 連這個美超上面都被人家苦手 戴口罩了 這真的是一個很誇張很誇張的事情 好所以我們在看到 所以時間脫廠的話 金融業跟地產業勢必受到牽連 對好所以我們看到直接這個銀行業 英國現在他們的監理機關 直接就下令了 英國你這些銀行 暫時都不要再給我派息了 現在派息是去年的營收 去年營收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嘛 可是他說預防未來銀行你會倒大煤 所以我來這個討論一下 這個就是一種超前部署嘛 是 他預防他未來現金不夠嘛 對 所以現在叫他不要發現金 沒錯 好可是呢 這不發現金就有問題囉 好你看到下我們就舉個例子 香港大概就以匯豐來說 匯豐我們知道在香港 大家很喜歡他 很賺對於他 所以香港的居民散戶 光持有匯豐股票就占了三成 OK 那這些人很多就是小老百姓或是退休 靠收他的這個利息 股息 所以你看我看下面的圖 匯豐的股息去年來說 高達9.0幾厘 厘就是1% 也就是說他的股息是剛才9%多 而且你看過去幾年最低都還有4%多 所以香港有很多的小市民 就是靠買他的股票 對 每個每年賺股息來過日子 尤其很多退休族 對 那你現在突然說不發 就沒有了 這現在怎麼辦 好 所以你看哦 據估計光香港這些小股民 要損失240幾億港幣的股息 嗯 這又是一個連鎖反應 好那當然 好那小股民的股息跟收入減少了 他的消費當然就會減少 是的 好那再來還有台灣也跑不到哪裡去 好我們看到我們這個劉泰英 這個過去的這個國民島的大掌櫃 他最近接受媒體訪問就提到 哎真的自己台灣不要不要自己那邊 好像覺得跟我沒關係 因為中國的狀況很糟糕 可是台灣的銀行業 代放給中國的各個企業 加起來有1.6兆到1.7兆左右 所以如果未來中國這些企業 陸陸續續出問題的 台灣好他下面特別提到 台灣銀行業可能會因此損失 上兆的新台幣 對 這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 好然後台灣的受險業 也有很多海外曝險部位 對 然後以這一次歐美的傷害之重 以稻窮來講就跌掉三成了嘛 是 所以很多保險跟金控公司 他可能也要攤提一大堆損失 沒錯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一環扣一環的問題 那所以在現在呢 真的政府就只好趕快出來救了 好所以呢你看到這幾天 這個因為前幾天我們看到的 只是這個數字出來 那現在到底要救到哪裡去 政府算是有比較確定的數字出來 那大理上大概就是分成幾大塊 第一個就是薪資的部分 好那再來就是民眾消費的補貼 再來企業的紓困 還有再來就是弱勢團體的津貼 大概就分這四大塊 所以總總共加起來 有一兆零五百億這個數字 這個紓困如果是兩個月 你可能輸得下去 如果是兩年呢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會不會再說一遍 我們會不會再說一遍 感谢观看